欢迎您收看亚洲简报 印度将于9月发射研究太阳的任务 半岛电视台 印度计划于9月2日发射首个太空观测卫星 用于研究太阳 阿迪提亚L1探测器将研究太阳风 这种风可以在地球上引起干扰 通常被视为极光 该航天器将使用PSLV运载火箭发射 并将飞行约150万公里到达观测点 它将被放置在一个光环轨道上 以连续清晰地观测太阳 实施观测太阳活动及其对太空天气的影响 该航天器将携带7个载荷来观测太阳的最外层 这标志着印度首次进行太阳研究任务 而且这发射任务是在该国成功将航天器 着陆在月球南极点几周后进行的 印度的太空计划近年来规模和势头都有了显著增长 该国还计划未来进行登月和金星任务 东南亚 经济良好与安全风险并存 法广 江峰 尽管大国博弈造成亚太地区安全形势日益恶化 但东南亚经济体的发展仍然表现亮丽 为了减少受到中美竞争以及美元动荡的冲击 东南亚国家之间加快落实跨境支付机制 面对新的国际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形势的挑战 扮演好不选边站队的中间人角色 以及如何促进本地区的和平与稳定 给亚太的国家领导人提出了新的难题 泰国媒体报道 越南上周正式成为东南亚跨境支付机制的第六个成员国 为了避免全球性的金融动荡与风险 东南亚国家进一步促进这一地区实施金融和经济一体化 在亟待发展民生经济的东南亚国家看来 中美博弈在全球各地造成的产业链断裂乃至更深层次的脱钩 无疑是发展地区经济的最大风险之一 东南亚国家之间首创实施区域性支付系统 反映出该地区金融业正极力维护产业生态 规避大国博弈所带来的金融打击 越南河内消息称越南中央银行8月25日签署协议 同意加入东南亚国家联盟 ASEAN五个成员国所倡议的二维码QR码跨境支付机制 越南不久前在印度尼西亚首都雅加达举行的 东盟财政部长与央行行长会议上 同意跟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菲律宾及印尼连接支付系统 包括在零售交易中使用二维码以当地货币支付商品和服务 据了解 东南亚二维码区域跨境支付系统的费用和汇兑 由各国央行之间协议决定 用户连上支付系统后 资金可在数字钱包内移转 也可连接金融机构原有的账户 印尼、泰国和马来西亚还同意晚些时候 促进以当地货币进行股票和政府债券等金融资产的跨境交易 专家预估该支付系统将使这一地区占主体的中小企业收益 包括促进旅游业以及降低进出口贸易过度依赖美元的风险比例 印度尼西亚央行行长派瑞 Perry Vargio表示 在全球经济形势受到美联储、FED利率政策影响而依然动荡的情况下 东南亚国家之间的跨境支付系统将增加东盟人民金融往来的灵活性 东南亚经济此前因新冠疫情蔓延而受到严重重击 在经历了一度面临经济衰退的困难时期后 东南亚各国经济表现亮眼并呈现出复苏趋势 分析认为除了东盟国家自身的优势和潜力以外 东盟与中国长期合作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 对促进该地区的经济成长产生了避移 面对中美贸易战带来的汇率风险 泰国商业银行表示 索性汲取了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1997Asian Financial Crisis的前车之鉴 东南亚国家对预防金融风险普遍保持警觉并不断提高监测手段 根据亚洲开发银行Asian Development Bank 预测亚太经济呈强劲复苏之势 近年两年增速将达4.8% 柬埔寨和泰国近期先后宣布启动新内阁 尽管选举后亮相的新政府令多数选民对民主政治的欺骗性提出质疑 但新上任的国家领导人也都将振兴国家经济放在首位 柬埔寨新任首相红马内 Honene信心勃勃地提出五角战略 目标到2050年让柬埔寨经济发展极深高收入国家之列 泰国新任总理赛塔 史莎西维森表示有意推动延长旅游签证有效期至90天 或允许更多国家的观光客获得免签 以促进泰国旅游经济的发展 众所周知提高经济发展的首要条件是地区和平与稳定 目前东南亚地区的安全形势依旧堪忧 缅甸因政治纷争而陷入安全动荡 军政府势力与缅甸民主力量各自争取来自外国的援助 整个国家陷入分裂而动荡 中国在南海地区跟多个东盟国家存在领土主权争议 近期跟菲律宾海军不断发生海上冲突 加上借台湾总统选举临近而炒作愈演愈烈的台海问题 都让这一地区长期笼罩在战争的阴霾之下 在当前大国竞争日益激烈 世界格局日益两极分化的背景下 东盟国家在新的国际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形势下 不断迎来新的挑战 美国总统拜登向泰国新总理上任至赫汗时 不忘强调希望强化美泰盟友关系 新加坡处理国际事务 主张扮演不选边的中间人角色 历来为其他东盟成员国所认可 新加坡副总理兼财政部长黄巡才 Lawrence Wong最近表示 新加坡在区域和国际事务上 扮演有用的诚实中间人角色 激烈或极端的竞争 是中美关系接下来的决定性特征 新加坡希望中美之间的竞争 能有防护栏予以管控 但作为小国也必须为不可预测 乃至危险的后果做好准备 不久前传出即将交棒的新加坡总理 李显龙Lawrence Wong目前正在越南进行访问 越南媒体称 新加坡将越南视为特别重要的合作伙伴 新加坡总理此行是推动双边关系 迈上新台阶的动力所在 李显龙此行应越南总理范明正 Fan Min Chin 邀请于8月27至29日 对越南进行正式访问 这是李显龙第五次以总理身份访问越南 两国领导人进行会谈 并见证月薪工艺员落成 双方还将签署重要合作文件 内容涉及推动两国战略伙伴关系 深入全面发展 旨在共同维护世界与地区的和平 稳定与繁荣 随着亚太地区安全形势 不断出现新的变化 越南在东南亚地区的战略角色 日益受到重视 此前东南亚媒体援引华盛顿消息透露 美国总统拜登 周拜登 或将于今年9月访问越南 双方有意签署 美约战略合作伙伴协议 提升双边关系 由全面化合作成为战略合作伙伴 根据东南亚媒体分析意见认为 越南与俄罗斯必来保持深厚的传统友谊 鉴于越南与中俄之间目前的关系现状 越南当局对发展越美关系会有所顾虑 范明正于今年6月下旬访问北京时 曾与习近平会面 双方就友邻之间 开展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予以承诺 目前 华盛顿尚未透露 拜登访问越南的具体行程 东南亚媒体认为 美国和越南有望提升双边关系 美国拟推动越南 发展包括人工智能以及半导体生产在内的高科技产业 以抗衡强势崛起的中国 这对越南而言是难得的机遇 继美日韩首脑 不久前在华盛顿大卫营Camp David 举行历史性三方峰会 敲定开展年度军事安全合作后 美国总统拜登再度针对在印太地区 遏制中国采取新的举措 相关进展因此而备受关注 如何确保假期不会对你的肠道健康造成破坏 英国每日电讯 根据水基医生菌品牌Sinpro的一项调查 大约50%的人在跨越多个时区旅行时会出现肠胃时差 即排便和食欲紊乱 此外 62%的人表示肠胃时差破坏了他们假期的头几天 云床营养师斯蒂芬妮 据莫尔表示 旅行可能会干扰我们消化道中的微生物群落 导致排便不规律 副涨和迟钝 莫尔说 肠道微生物有自己的昼夜节律 时区变化会干扰他们的功能 此外 酒精 加工食品和现代旅行的压力也会影响肠道军群 为了对抗旅行对肠道的影响 专家建议减少含糖和加工食品的摄入量 增加发酵食品如泡菜 酸奶或酸菜的摄入量 并尽可能多地使用蔬菜 此外 旅行者应在出发前调整饮食和睡眠时间 选择轻便的餐食 并在旅途中多喝水 反日浪潮新一波反伤了中国自家 官方火速降温 罚广小山 日本福岛河处离水排入大海 中国官方通过舆论渲染日本核污染 危害国民健康 再度触发民间反日情绪 各地抵制日货行动一发不可收拾 本周一官方有限度地压制反日言论 在微博 有关日本的议论一度跌出排名前50 消息说 中国紧离反日 反而没有得到世界赞赏 国际评论更指中国毫无理性 有失颜面 据自由亚洲今天报道 反日浪潮 央及无辜商人 称官方降温反日情绪 因中国民间抵制日货 央及各个行业 几天前中国网络还是满眼反日鼓动 真的有被核辐社新闻吓到 好多护肤品化妆品都不能用了 除此之外还有食品日用品等 大家都谨慎必为吧 我们普通小老百姓能做啥 就是全面抵制日本的进口产品 什么产品都抵制 只要我们大家够团结 就能最大限度逼迫小日本停止排放污水 山东青岛居民孔先生本周一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时说 受抵制日货运动波及 海产业大受损失 抵制日货 我一个朋友做水产生意 日本排污第二天 他因为在我们这里专营日本海货 亏损很大 这一夜之间回到解放前 这是他的原话 其他的城市也有这样的声音 有海外网民留言质疑 为什么全世界绝大多数国家没有反对日本排放核污水 而中国却强烈反对 是民众被误导 还是政府别有用心 该报道引述居民孔先生说 抵制日本除了给民众带来损失 更给中国政府的形象造成负面影响 你这样做 全世界都不会给你失场 政府搞得一方面在外交上失分 另一方面对老百姓 你肯定会有麻烦 本周一 官方显示有限度的压制反日言论 据该报道 本周一上午在微博热搜50排名中 有关日本排污的话题一度消失 中午12点半左右 仅有三条与日本有关的信息 对此 北京居民张先生对自由亚洲说 他看到政府在控制反日言论的流量 现在好像在有意降低对日本的抗议声音 明白人都看得出 继续反日对中国政府和民间商人都莫好处 日本金刚大学教授杨海英对本台说 对中国政府而言 呼吁民众 反日永远是一张政治牌 他随时可以打反日牌 随时可以打把国族主义的枪口对向日本 因此 他明明知道 核处理水对生活没有任何影响 他也要把这张牌打到高度的政治角度上 自由亚洲称 有网民还翻出中新网2013年11月2日 报道引述中国环境保护部环境规划院副院长兼总工王金南 在北京大学出席中国与世界环境保护40年论坛时说 环境污染 生态破坏 气候变化 是压在中国头上的三座环境大山 他表示 几乎所有污染物的排放量 从目前来看 中国都是世界第一 另有网民要求中国公布所有核电厂的废水排放的具体数据 私募股权公司Tiger Global以1.36亿美元的价格 出售了其在印度Somital的剩余股份 路透社 私募股权公司Tiger Global以价值112.4亿卢比1.3608亿美元的交易 出售了其在印度食品配送公司Somital的剩余股份 该公司以每股91.01亿卢比的价格出售了1.235亿股 Tiger Global于2020年首次投资Somital 并在去年Somital收购Blinket时获得了股份 2022年8月 Tiger Global减持了Somital的股份 Somital最近发布了其有史以来首次盈利的财报 得益于税收收益和其食品和杂货配送业务的强劲订单 Somital股价今年以上涨约56% 乔纳森·切斑 又名美食之神 以2000万美元起诉烧烤酱公司 英国独立报 乔纳森·切斑 也被称为美食之神 是金卡代山的朋友 他正在起诉一家韩国烧烤酱公司 要求赔偿2000万美元 切斑声称 一瓶3G的韩国烧烤酱爆炸并切开了他的手 导致大量失血 需要缝合伤口 他声称这一事件给他带来了持续的疼痛和神经损伤 并影响了他在社交媒体上发布帖子和代言的能力 切斑正在起诉制造商 分销商和他购买酱料的商店 在16岁时 身高7英尺1英寸的塔曼 马鲁·阿奇成为参加篮球世界杯的最年轻球员之一 加拿大CBC 16岁的Colman Melioch是南苏丹队的一名球员 他成为了有史以来参加世界杯的最年轻的篮球运动员之一 身高7英尺1英寸的Melioch被认为是2025年NBA选秀的有前途的球员 他在南苏丹队击败中国队的比赛中上场16分钟 得到1分 南苏丹队的胜利使他们有望进入比赛的第二轮 中国在变得富裕之前就面临着类似日本式停滞的问题 因为国家老龄化的问题日益严重 英国每日电讯 中国的经济正处于债务危机的边缘 经济学家们警告称 该国的青年失业率在6月份达到了创纪录的21% 新加坡国立大学的高级研究员兰斯·戈尔表示 目前的经济衰退是过去40年来前所未有的 这一经济衰退正在威胁到习近平主席的中国梦 根据资本经济学的数据 中国的劳动年龄人口从2015年开始减少 到2030年将比15年前减少2600万人 中国的大学毕业生人数已经达到了创纪录的1200万人 但很多人面临失业或就业能力不足的问题 俄罗斯的普京与印度的莫迪通过电话讨论双边关系 和金砖国家合作 加拿大环球邮报 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和印度总理纳伦德拉·莫迪 在电话中讨论了双边关系 以及在贸易、能源和太空合作方面的合作 他们还讨论了金砖国家合作机制的扩大 和即将由印度主办的20国际团峰会 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后 西方对莫斯科实施了制裁 俄罗斯一直在寻求加强与印度的关系 印度是俄罗斯石油的主要买家 克里姆林公表示 这次通话确认了两国之间贸易和经济合作的积极动态 VanFest在成为全球第三大市值最高的汽车制造商后继续上涨 加拿大环球邮报 越南电动汽车制造商 VanFest的股价周一大涨21% 延续了上周的涨势 使其市值增至1600亿美元 增幅超过了4倍 该公司本月在华尔街上市时表现出色 并迅速增长至第三大市值汽车制造商 仅次于特斯拉和丰田 然而 VanFest公开可交易的股份较少 使得股价容易波动 过去12个交易日中 有11个交易日股价上涨或下跌超过14% 根据一份文件 VanFest几乎完全由越南首富 母公司Vangroup的创始人范纳特 武昌控制 持股比例约为99.7% 印度食品价格的飙升 不仅对印度是一个问题 经济学人 印度7月份的年度食品通胀率 跃升至11.5% 为三年多来最高水平 将整体通胀 推至15个月来的高点 达到7.4% 食品价格的激增 主要是由于不稳定的天气造成的 大雨引发洪水并破坏供应链 热浪则破坏了农作物 印度储备银行认为 食品成本的飙升是暂时的 预计价格将从9月份开始下降 然而 一些经济学家持不同意见 认为上涨将持续更长时间 政府正在采取行动 试图控制食品价格 包括对洋葱出口 征收40%的税收 并释放粮食库存进入市场 俄罗斯的普京与印度的莫迪 在电话中讨论双边关系 和金庄国家合作 路透社 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和印度总理纳伦德拉 莫迪在电话中讨论了双边关系 包括贸易 能源 和太空合作 他们还讨论了金庄国家合作机制的扩大 以及印度将于下个月主办的20国际团峰会 由于俄罗斯在2022年入侵乌克兰 面临西方制裁 俄罗斯一直在寻求加强与印度的关系 印度是俄罗斯石油的主要买家 两位领导人最近参加了金庄国家峰会 尽管普京因国际刑事法院对他的逮捕令而通过视频连线参加 俄罗斯和印度本月都发射了月球探测器 只有印度的成功登陆月球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举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由专业媒体人、学者、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6度brave.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都可以通过电邮收到六度简报 中国人已经有免费了的 这些专家的数字 最新的对抗子 也具体不符合的 很多人就行 这些曹允白的 就不符合什么 这些曹允的 你看到一篇 最新的地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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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